大家好,我是青子同學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這兩款J-E-Way的 無線臭氧吸塵器 其實它是同一款,只它這一款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白色,一個是灰色 都很漂亮 對,非常的漂亮喔 因為你看到白色它上面是什麼? 粉色 粉色,哇,是bling bling的 就是粉金 對,然後灰色這個上面就是藍色的 是亮亮的喔,所以非常的有質感 好,那這一台呢,它是無線的 所以呢,它就是 你需要充電 對,它可以充飽電 它就可以就是用無線的狀態 就是去當吸塵器跟當搓氧機 每一組會附一條USB線 對,像這一台來說的話 我們這是去年買的 應該說,不對,我們開團兩年的 所以這是兩年前的 然後這是這一台呢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自己有家買了一台 最新出的 對,而且這是新款的顏色 星空灰 好,那它每一組的部分呢 就是會有附這個 像它的盒子在哪裡? 它盒子會在這裡 對,它是用這樣的盒子裝過來的 好,那裡面呢 灰色部分它就會有這個 一個刷頭 對,會有它的 吸塵器的頭跟一份 USB的充電線 對,然後這就是可以換它的一個刷頭 吸塵器的刷頭 其實你看喔 其實你看它是灰色的就會配灰色的 然後白色的就會配白色的 非常漂亮 現在要拿一組做示範 好,那稍等一下下喔 就是說這邊 它就是紙盒打開之後 它會有一個 臭氧的一個小姿勢啊 跟一個注意的事項 那我們現在齁 就是大家最想要用的 就是它的一個臭氧殺菌的功能 對不對? 臭氧殺菌的功能呢 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要怎麼去打開啟動它這個功能 按下面這個 O3 對 快按兩下 好,我們輕一點點看 下來會有一個藍色的燈 好,我們看一下喔 就是 這裡可以看得到 就是O3的部分要按兩下 它會出現一個藍色 然後它會有小小的聲音 就是在啟動的聲音 對 那記得喔 在啟動的時候 人可不可以在現場 絕對不行 對,要在密閉的空間 然後讓它去啟動這個臭氧殺菌 然後 所以記得喔 它這邊就有一些注意的事項 按兩下呢 是啟動這個臭氧的清花的功能 然後 它 高濃度的臭氧 對眼睛的呼吸道 會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對肺功能也會 所以要在 就是人跟動物都不能在裡面的情況下 才可以去做使用喔 那充滿電的情況呢 它 它消毒一次的部分就是20分鐘 它可以充滿電的情況可以消毒15次 好,那消毒完之後呢 就是要去通風一下 像如果說你放車子內的部分 也是一樣要通風3分鐘之後再去開車 好,那剛剛有提到就是 抽氧功能就是按下方的鈕 按下方的按鍵按兩下 按兩下喔 出現藍色的燈之後它就在啟動了 那啟動之後人跟動物就是毛小孩 毛或狗之類的部分就是要離開現場了 20分鐘之後結束 它燈會自己熄掉 這時候進去之後按 就是開一下窗戶通風的5到10分鐘 好,那也附帶一下就是裡面都會有一本 這個說明書 然後 他們保固都是一年的 就是你們下單之後 過10天它會沒有這個電子發票到你的信箱 好,那憑這個電子發票都一年的保固 好,那我們剛剛提到了就是 它有這個就是抽氧的功能 那上面請問是什麼功能呢? 吸塵器功能 吸塵器的功能 好,那大寶寶們示範一下吸塵器要怎麼用 下面這邊是 如果你沒有要用吸塵器就是當底座 如果要用吸塵器就是打開這個底座的蓋子 喔,好,這個底座打開 然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可以吸 你可以直接吸放 或是插上附贈的刷頭 對,你可以一遭您就是想要 可能就是要吸成窗簾啊或不同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去換你的一個尖嘴刷之類的 可以握在這邊 毛刷 握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比較細的可以吸角落 然後這邊呢就是刷在 毛刷 對,毛刷 像窗簾之類的對不對 所以它等於是有 像我們都是怎麼用 我們是比較沒有去換這個刷 我們都直接怎樣 直接用會比較低 好,你可以把它拿起來 如果你們不要換這個刷頭也可以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它的一個吸力強不強好不好 我們用一個面膜 應該也不清的面膜 對,我看一下喔 這一包面膜的部分是23瓶 這是白宮的面膜 白宮型館 他們自己出的溫泉面膜 按上面這一顆按一下 對 哇,拿起來 吸起來喔 所以它的吸力是非常的強的 好 幫我們 好,幫我們停一下 跟大家說一下喔 這邊啊 在按的時候啊 它可以電源指示燈 就是它的 你看它的電力現在是 剩兩個 如果滿電的狀態呢 它是三個 如果是充滿電的狀態是三個 所以有時候呢 就是 有時候像我自己的方式啊 就是有時候怕臭氧的時候 欸 會不會怕就是 可能五分鐘臭氧 使用這個臭氧機的功能的時候 它已經沒電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在每次要使用臭氧之前 我會先去測試它 它的 目前的電力到多少 我會按這邊 喔,剩兩個還蠻OK的 那如果剩一個部分 我就會把它充滿電 再去做 如果 O3就是開啟這個臭氧 會比較安心 才不會擔心說 它可能會不會過五分鐘 它就已經沒有啟動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這邊 好,按這個 吸塵器的功能 按吸塵器的功能 去測試一下 它的電力到底在幾個了 好,那如果說 裡面的啊 裡面的濾網 它是可以洗的 大寶可以幫我們打開一下 裡面的濾網嗎 如果說 像髒東西要怎麼把它清出來 這邊 是 哇 這邊 哇 對 小朋友都可以自己一擠 沒關係 你就是轉一下 它有一個卡榫 轉起來 然後呢 對,好 這個濾網的部分呢 它是可以去水洗的 但是大家 要留意一下 就是因為我有洗過 就是水洗之後 你一定要把它 就是放到乾 全乾之後 再去重複使用 它會變得很臭 很臭 所以說 大家就是 吸完之後 就是要 全乾 對 那像我們自己 因為我有上次經驗之後 我就是沒有在水洗 那我就會自己 請問一下 怎麼把它清掉 就是 像你如果吸很多的灰塵 就是它旁邊這邊都會是 很毛髮啦 或是屑屑啊之類的 垃垃垃垃圾桶 對,垃垃垃圾桶 那或者說你可以用 像我們就是用不要的牙刷 刷子 就是用刷子類的 把這些 屑屑髒的東西呢 把它刷到垃圾桶 丟掉就可以了 然後就再可以放進去 好 然後再把它裝回去 所以其實啊 我覺得它當這個吸塵器 真的非常的好用 就是有時候 木板床啊 或者是旁邊屑屑 或者是 像電腦的鍵盤啊 一些 一些地方呢 就是可以用這個吸塵器 那當然在車上也很好用 車上的吸塵器啊 還有這個 臭氧消毒 當臭氧消毒機也是非常好 所以它是一機三用喔 而且像它也有除臭的功能 像有 我們客 就是有客戶跟我們分享說 就是在車子上啊 吃那個鹹酥雞啊 或臭豆腐啊 味道很重 就會開啟這個臭氧的功能 然後它的味道就會 它的味道就會就是除臭 會慢慢消失 會比較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一台非常非常的強熟 而且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優惠喔 這就是我們開團的這一位的 無限臭氧吸塵器 好不好用呢 非常好用 好用到我們自己都買了兩台對不對 好 好那我們就是要結束我們這次的開箱囉 請多多支持我們喔